監視器拍下一名富人衝上前 把林小姐壓在車邊打 一旁有人健壯 趕緊上前攔阻 但這名富人又暴衝 抓著人不放 讓林小姐手臂滿是抓痕 這名富人騎腳踏車霸占馬路中間 吳玉瑾對林小姐咆哮亂罵 那還質疑人家車為什麼停這邊 林小姐回嘴後就被抓得傷痕累累 富人還疑似喝醉酒行為超失控 不認識亂動手隨機打人 富人大鬧淋漓 還到里長辦公室狂拍門 還有鄰居指控他欺負動物 弄得人心惶惶 說要電鍋機要欺負他 他就開始攻擊 他住家附近的車子 每台車子的玻璃都被他打破 每次喝完酒就會開始鬧事了 後續衛生所社會局到場停估後 強制送醫 警方依規定受理民眾提告傷害 事後林小姐驗傷提告 警方表示富人市衛生局列管人口 已經將他強制送醫 時機敏感富人隨機攻擊行為 嚇壞不少民眾 記者許千 郭怡甄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C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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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